所以根本就沒有綿羊油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是專門該偏 你是澳洲人裝紐西蘭人 不是 真的喔 真的嗎 因為台灣也都到處在賣 很貴的紐西蘭綿羊油 我根本就是覺得 他們是放一個什麼東西在那邊 可能放一些雞油進去 所以說紐西蘭的綿羊油 是假的也不用買對不對 用它 很好的東西 一定要奪買幾罐 我現在知道原來 還有這種事 當地人是沒有在用眠 有這種東西 對啊 有一次我們不是 台灣有一個非常 法國非常有名的甜點店來開 然後不是造成大熱潮 結果後來我以為他是有多大多 在法國有多受歡迎 結果沒想到他在法國 是大家都覺得還好的是 這種事情還滿多的 我有一個義大利朋友 他是 我一個朋友開餐廳 然後他們的廚師 是一個新來一個年輕的義大利人 我就問他 SALAME跟PAPERONI的差別 他說義大利根本沒有 PAPERONI這個東西 就是那種乾臘腸 義大利根本沒有PAPERONI 有 PAPERONI是一種辣椒 它是一種辣椒 它並不是做成的臘腸 所以他說 如果你到義大利你點PAPERONI披薩 它會給你一個 就是那種辣椒切片做出來的披薩 我說為什麼大家覺得 你包括上網看都說 PAPERONI 你打PAPERONI出來都是那個臘腸 PAPERONI比較是美國的臘腸 因為他們說是美國人 把那個辣椒放到那個臘腸之後 從此以後那個東西 大家都以為那個就叫PAPERONI 這件爛美國人到底是誰 這是誰會做的事情 我覺得那些人 可能不是美國人 可惜 請問有沒有很多人拜託你買ROOTS 對啊 這不是加勞大牌是不是 對啊 對 很多台灣人會說 應該比較便宜了吧 應該跟台灣比起來比較便宜一點 對 那加拿大人穿得多嗎 好像沒有很多 如果你去加拿大的ROOTS 裡面的客人 其實NF現在也是同樣的意思 對 跟那個什麼澳洲的那個UGG是一樣的 對 他說他們當地人根本 其實 賣很貴耶 他說他們當地人穿我們 像我們穿出去的那種靴子 他們都是在家裡穿 他實在看不太懂 為什麼還會有一個專賣店 然後我們還會穿著在外面走 我有聽過這個 他們那個是室內穿的鞋子 其實我前女朋友 我回去法國的時候 跟我說 你可以幫我買一些 忽連的Cream 因為是法文的牌子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牌子 我說好 那我去我的城市 我先去巴黎 巴黎買不到 然後去南部 也買不到 然後我的家人住在不同的地方 我說 每個地方都找不到 然後他跟我說真的嗎 可是 我說是真的法國的牌子嗎 他說對 都是 他給我看照片 都是法國的 結果我在網路上看到 這是台灣的牌子 台灣的公司 用法文的牌子 好奇喔 對 所以因為台灣人很壞壞的 哪有 可能是自由品牌 但是他取了一個法國 沒有 不是 我發現有很多 因為我以前拍一些網路的影片 然後這是在台灣賣的 這是台灣的牌子 可是在那邊放 法國的牌子 然後我需要 好像我是一個設計師 我需要講法文 然後就說這是在法文做的 然後blablabla 其實這是台灣的東西 很多啦 台灣的服裝品牌 他就找這些外國朋友 穿他們的衣服 然後來拍Catolog 出來就是這樣啦 所以我剛才講 我剛才講那個UGG也是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UGG 那一個牌子 其實它的公司是美國人 美國把它買下來的 所以在澳洲去UGG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牌子的店 全部都是觀光客 他們自己澳洲人 本地人 會去買的話 一定會去UGG Australia 它後面一定會有一個澳洲 後面有一個袋鼠 那是他們真的 本地人真的用羊毛去做的 像我說常常出國也是 我朋友都會叫我幫他買東西 但我 像我很愛去香港玩 然後我朋友有時就叫我 買一個什麼小熊餅乾 然後我就不懂啊 我就說小熊餅乾 他說超紅的 而且那個去那邊 現在一定要買 對 妳們節目好介紹耶 對 重點是我去了當地之後 我找了香港朋友 我就說 我朋友叫我幫忙買那小熊餅乾